作词 李宗盛 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 诸位尼氏大姐 诸位莲友 以及观看直播的诸位善知识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请放着 我们继续来学习 大经科著的前言 请看147页第九条 静宗之庙 在于不离佛法而行事法 不费事法而正佛法 最为方便 随时随地可修 不悟世间工作 依旧顿脱生死 既能自觉觉他 广度众生于未来 亦付自他俱立 造福社会与今世 这一段 这一段还是讲到 静宗契机的内容 前面讲到 前面讲到 静宗不仅是三根脱皮 利盾全手 那么而且呢 这里讲的 也最契合 这个时代的众生 本经是如来 垂词 独留这一部经 于末法最后一百年 诸经都灭尽了 这部经还能够留存 一百年中能度脱众生 了脱生死 往生极乐 所以这部经 是最适合未来的社会 目前的时代 科学发达 人类懂得的知识 越来越广了 我们讲社会越来越进步 那同时呢 同时呢 每个人呢 所肩负的责任呢 也就比以前呢 更多了 那就要更辛苦了 所以要花很多的时间 来学习 来工作 来工作 那么 换句话讲呢 修学的时间 办了脱生死 大事的时间呢 相对就越来越少了 像诸位这样啊 能够拿出七天的时间呢 在善果林呢 打佛七 这已经是很有福报了 你说现在社会上 想请假七天呢 不上班呢 这都不容易的 那所以 必须啊 要有一个法门 能够啊 令众生啊 不理佛法 而行释法 不费释法 而证佛法 就是 又不耽误 世间工作 也不耽误了生死 两不误的这个法门 应该来讲是 最契合 现代的时机 那这个法门 就唯有是静宗了 这个静宗之奥妙啊 正在这个释法佛法 两不误 因为念这句佛号啊 最为方便 啊 你随地啊 随时 都可以念 像你上班呢 等车可以念佛 走路可以念佛 那么 坐下了办公室 开始打开电脑工作了 先来十句阿弥陀佛 工作结束了 在起身离开之前 在先念十句阿弥陀佛 十句阿弥陀佛 大概半分钟 都不用 就念完了 非常的 非常地 非常地 不用顿入山林 找个什么地方 阿兰热处 或者找个官房 闭关 这样才能修 不需要 就可以在你自己的缘分当中 你就能够修 无论你做什么工作 或者什么工作都没有 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这都可以不耽误念佛 好像你洗菜 切菜 炒菜 这都可以念佛呀 只要你不用脑子的时候 这句佛号就可以念了 如果需要用脑子思考 那你就先暂时把佛号放下 把事情思考完了 然后再把佛号提起来 那么这样的一种修法 非常自在 阿弥陀佛 过去在因地 就是跟世间自在王如来学的 这个法门正好就是 世间自在 你根本不需要说出家 或者闭关都能够修 那这个经 教我们先发广大菩提心 要发愿度一切众生 同诚佛道 这个心发起来了之后 那就要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一生就一个方向求生极乐世界 那现在呢 你就是临时过渡阶段 到最终目的地就是极乐世界 无论你做什么事 干什么行业 都是过渡 那么社会呀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殊途同归 最后都归到极乐世界去 黄念老过去举了一个例子 说得很实在 就讲了 譬如母亲想帮儿子成家 要先挣一点钱 才能够成家 那成家是个目的 那挣钱呢 要用什么方法呢 母子俩呢 就打算呢 卖早餐 很早就起来啊 卖油条 卖豆浆 卖包子 那么既然发了愿呢 要成家了吗 所以母子俩也很辛苦的 很精进的 起早贪黑 去做包子 做油条 做豆浆 把这个小本生意做起来 大概做了两年 钱赚够了 包子也不用卖了 就成家去了 那这个呢 是老百姓 很实在的事情 那我们想想 这母子俩人呢 她不是想着一辈子 永远干卖包子的工作 卖包子只是个手段 是个过渡 目的是为了成家 那我们现在呢 要了生死 要往生极乐世界啊 那既然这个身体 还在这世间 就要随着这些缘 那你该干什么 那就干什么 当然不要干坏事 不要造恶业 只要是正经的事 就可以去做 但是做这些事 你要知道 都属于过渡时期 你不是想着永远的 生生世世的 就待着这个时间里 做你的事业 是为了最后 往生极乐世界的 姑且在这卖卖包子 等到以后啊 包子就要放下了 要往生极乐世界了 所以这个世间 在家 居士 修这个法门 那是最适合的 乃至于呢 出家人呢 现在也很忙了 举世都很忙 找不到一个清闲的人 那这就是我们众生的特点 那怎么办呢 那无论你做什么 别忘了 最后是要求生极乐世界 而且是心心念念 不能舍弃去极乐世界的这个愿 这就叫以下转念 每天如果有时间 要用定课来阅书自己 一天 黄念祖老居士要求的 大家一万佛号 这就比偶一大师要求的低了 偶一大师是要求每天三万佛号 所以如果你能够念三万佛号 每天都坚持 一辈子不间断 那你就决定往生 那大家如果真愿意往生 那可以以这个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 但是能够念的三万 这也是需要有福德因缘 那很多人三万念不下来 那黄念老开出就是一万 那一万大概念一个半小时 当然最少才能够念完 当然你平常一有时间就念 这个片刻的功夫都把它抓住 这样累积一万其实是不难的 就少一点杂心显化 少一点找朋友聊天 干那些不太 对你了生死没什么大意的事情 那你几几时间也能念下来 那实在连一万都念不下来 那老和尚就提出 一天念个两千也行 这不得已 两千佛号 我相信应该能念得下来 当然你也不能念得太慢 太慢两千也是念不下来 我平常用念佛的速度就是比较快一点的 像波金机里面有示范念一万佛号 以十句为一个单位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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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不能念完 这样也能够往生 有的人说我两千声都念不了怎么办 真的有福伯业众之人 两千声一天都念不下来 老和尚开出九次十念法 这是一天念九次 每一次只需念十句 就刚才我念的就十句了 你就念九十句 一天你就不能有借口了 我这九十句都念不下来 那你就可能根本不想往生 一点诚意都没有了 九字十念 只要能够坚持 每天都不间断 也属于一项专念 念的时候最重要是专 不是有口无心的随口划过 这不行 念的时候要专注 口念得清清楚楚 耳朵听得清清楚楚 这样念法 这十句也叫专念 那你专念的目的是一项 是向着西方极乐世界 为了是求生极乐世界的 这也就是一项专念了 你看不耽误你世间的工作 依旧能够了脱生死 而且既能自决决它 广度众生于未来 也能自立立它 造福社会与当事 所以静总是不理事法而正佛法的 现在很多人对佛法观念上还没有纠正 还以为佛法是迷信 那我们就应当做好样子 有因缘是应该造福社会 造福社会当然不能耽误自己了生死 那用这个法门最方便 那现在这个世间众生很苦啊 科技越发达 人那个心觉得就更累 而且呢 真的是无量寿经所说的 饮苦食堵啊 喝的水 这里头都很多污染 吃的东西也是很多的这些 很不好的那些化学元素 像现在听说吃东西如果是不小心 你吃的那些什么鸡蛋啊 那些可能都是人工造假的 不是鸡生的蛋 它是用一些化学制品合成的 还有呢 现在听说米饭都是造假的 啊 这米本来是啊 这个稻谷种出来的嘛 那现在他用那些塑胶啊 可以把它合成 跟那个米啊 形状一样 而且你煮出来啊 啊感觉到呢 啊就是跟那米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啊稠稠的黏黏的 因为它是塑胶嘛 啊你还觉得哎呀 这个米啊一定是品质很好的啊 像什么东北大米 它就是黏黏的 其实都是塑胶啊 啊你想一想 现在人过到什么日子啊 那这些都是科技发达的结果嘛 啊 那你生产大米 那东西塑胶 那古人都想象不出来的啊 啊 那 所以 现在 这众生很多苦恼 啊 社会啊 环境 都很多污染 那 那我们就应当啊 啊 在自立自觉之余啊 要帮助这个时代苦难的众生啊 提倡健康 环保 绿色的饮食生活习惯 啊 否则现在众生辛辛苦苦挣的钱啊 都拿来交医药费了 啊 啊 患得身体很苦啊 受病苦的折磨啊 啊 那 所以在这个时代啊 啊 所谓啊 啊 这个 啊 时间效率要很高的啊 很紧张的社会这种环境下 那 那必须要修净宗啊 啊 我们才有可能 释法佛法两不落 好 再看第十条 经养 经养 当来之事 经到灭尽 我以慈悲哀民 特留此经 止住百岁 其有众生 直死经者 随意所愿 皆可得度 成此界他方一切友情 离苦得乐 究竟菩提之法要也 啊 这本经 经文说 当来之事 只是佛灭度以后啊 包括像法时代和末法时代 一直到末法时代最后啊 佛预言正法时代一千年 像法时代一千年 末法时代有一万年 那我们现在用中国老祖宗的算法 现在是佛灭度三千年多一些 那用西方人的算法是今年佛历二五六零年 那无论是用哪个方法计算 现在都是末法时代 到最后 精道灭尽了 那所有经典都灭了 所有法门都灭了 那佛以慈悲哀民啊 特别留下这一部 佛说大乘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境 只住百岁 在我们人间还多留一百年 这是佛在本经的预言 法灭尽经 法灭经经里有讲到 一切经典最先灭的是楞严经 还有波周三昧经 这两部经最早灭 那么这一部经呢 无量寿经 还有阿弥陀经 也就是净土念佛法门最后灭 那么这个末法时期 只要有众生 只遇到这一本经 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你只要遇到了这部经 就能得度啊 不遇到就没办法 你遇到了佛力加持你 让你这一生啊 就能够往生极了世界了 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啊 都应当升起啊 大庆幸 我们真的是幸运啊 为什么呢 这一生遇到了无量寿经 那就换句话说 我们随我们的意愿呢 都能够得度的 除非你不想往生啊 你不想往生 那就等于没遇到这部经 遇到这部经 真正愿意往生 那无论你是做哪个行业 无论你是苦还是乐 你在哪里 你现在身体是健康还是多病 你家庭幸福美满 还是多难多灾都没有问题的 最后灵命忠实 佛都来接引你往生西方 所以这一部经 真的是真俗病兆 事理双容 凡胜其收啊 心腹不二 它符合真谛 真谛是讲理性 又能够适合于俗地 俗地啊 俗地啊 就是我们众生戒当中 我们呢 要遵守的规律 这就属于俗地 那这部经呢 既有讲到一真法戒 这就是真啊 也讲到 要断五恶 去五痛 要劝我们呢 要孝敬父母 要尊敬尊长 要断恶修善 所以真俗病兆 那么讲事讲理都很圆容 既接凡福根基 也接圣人的根基 真的凡圣三根都熟舍 心佛不二 我们念佛 念佛时啊 心就是做佛时 啊 这个心跟佛是不二 啊 这样的一个圣神啊 奥妙 又气力气机的宝典呢 必蒙佛加持 长存于末世 独留在这个末法时期 可以啊 最后一百年广度众生 啊 啊 那么这部经啊 不但是净土啊 啊 群精之 刚要 也是一大藏经之指规 啊 啊 那么此界就是娑婆此界 他方就是十方诸佛国土啊 啊 现在未来啊 一切的友情众生 来以啊 啊 离苦得乐 究竟菩提的法药 啊 所以啊 我们 这个 很幸运 啊 遇到 这部经 尤其是啊 夏连菊老菊世 汇集的最善本 啊 那么又能够拜读到 黄念祖老菊世的大经节 啊 能够聆听啊 我们老和尚啊 啊 开眼这部经的法药 那 必能够啊 敢得啊 啊 释迦 弥陀 良土导师 和十方如来 慈悲啊 互念啊 啊 啊 那么 能够啊 啊 希望 我们在这一次 第五回 啊 共同学习 净土大经啊 啊 我们采用啊 啊 这些科注啊 啊 做讲要 啊 希望就在这一回的学习之中 都能够啊 啊 啊 误入佛之之间 啊 能大开圆解啊 啊 能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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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能够啊 念佛三魅 共同入于啊 啊 那 Character 啊 只要我们发起真诚心啊 啊 发这样的真实愿啊 是一定能够蒙佛加持啊 达到我们的愿望的 那么这个前沿部分到这里就讲过了 下面我们就正式来讲盖药 盖药 黄念老筑这部经 采用的是石门开启的方法 那么石门开启是以华颜宗的宗法 就开出石门 就是用十个角度来谈这部经 那这石门分别是 一 教起因缘 二 本经体性 三 意经中序 四 方便利用 五 所辟根基 六 藏教所设 七 部类差别 八 议会教士 九 总是明题 十 正式经文 那这石门是华颜宗第四祖清凉国师所立的 那莲池大师在诸解阿弥陀经书超 也是用石门开启 以华颜宗法来解释 弥陀经 那显示弥陀经是小本华颜 那这个无量寿经呢 是中本华颜嘛 所以这个黄念老解释 这部无量寿经也要用华颜的石门 所以这个用意非常好 那么这石门开启前面九门呢 是属于玄义 总论整一部经的刚宗部类 这个与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啊 实际上是大同小异 天台宗解经的方法是先讲玄义 就是这个前面的盖要 用五门 这个五重玄义啊 分别是是明 就是解释明体 变体 就是一经的体性 还有明中 说义中的修行纲中 还有啊 这个讲义经的利用 变用 最后一个是教相 就是这一部经呢 它属于哪一个 这种教学的阶段 讲的 那么就跟华颜 石门开启的九门呢 是开合不同 华颜中啊 就讲的比较多一些 分的比较细一些 那现在呢 一般呢 诸解经多用五重玄义 比较稍微简单一些 但是华颜中啊 有它的好处 讲的更详细 那所以我们这个概要啊 实际上就是讲前面的九门 到第十门是正式经文啊 那就是按照经文呢 从第一品开始 一句一句的讲了 解释了 所以黄年老就把这个九门 称为概要 我们看第一门 教起因缘 一 闽大教与净土法门之兴起 那我们先看 这个 这部 经 它兴起的因缘 如来的这个 大教 就是指这一部啊 大乘无量寿经之教 那先看第一点 一切法不离因缘 大教之心啊 因缘无量 而无量因缘呢 为一大事因缘故 这里讲的大教啊 是这个 从广义来讲 是释迦摩尼佛一代实教 那一切法都离不开因缘 都是因缘所生法 那释迦摩尼佛出世转法轮 也是无量因缘 而成的 那无量因缘呢 实际上就是为一大事因缘 下面说 第二 法华云 诸佛世尊呢 唯一一大事因缘故 出现于世 华阎云 如来成等正觉 出现于世 以十种无量无数因缘 乃至广说如是等无量因缘 唯唯以大事因缘 唯欲众生开示佛之见故 以及 云一切众生开明本心 同佛之见 成等正觉 这里引用华严经跟法华经 都讲到 诸佛如来 出现在这世 不是少因缘 而是什么呢 法华讲的 唯一一大事因缘 那华严经是讲了 以十种无量无数百千阿僧奇因缘 阿僧奇就是无量 那就是无量无数的因缘 而成等正觉 出心与世 来创立佛法 那为的就是 令众生 开始误入佛之之见 那也就是令一切众生 明白自己的本心 明白自己本来是佛 这就是佛的知见 那知道自己本来是佛 那就应当做佛 那所有一切佛法 就是帮我们做佛的 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 下面第三 本经兴起因缘 亦付如是 精云 我贯如是利益 安乐 大事因缘 说成地语 可见与华严法华 同为一大事因缘也 这部经 无量手经 他的兴起的因缘 跟华严法华 所说的是一样的 有什么做证明呢 这里引用的是 称赞净土佛式手经的经文 也就是唐朝玄装大师 所译的阿弥陀经 那现在我们读的阿弥陀经呢 是九摩罗史大师译的 这是流通的很广的本子 但是还有另一种译本 玄装大师所译的 玄装呢 是主要依经文 足句翻译过来 很忠实于原文 九摩罗史大师呢 他是秘译 就是把这部经啊 这个不用梵文一句一句的翻译 直接用我们中国话 把它重讲一遍 这就意义 当然呢 这种语法结构 这种说法 就很适合我们中国人 比较容易懂 所以流通就很广 但是玄装大师呢 他这种按照足句翻译的方法 有他的好处 就是你能更知道原文的那个本色 那么这个阿弥陀经的唐义本 就讲到佛说 我观如是利益 我观如是利益 安乐 大事一远 佛为什么讲弥陀经 就是为了利益 安乐 众生 使令众生 究竟离苦得乐 那这是大事一远 那究竟离苦得乐 那只有成佛 你还没成佛 那还是有苦 还是不安乐 等觉菩萨尚有一分的 生相无名未破 他还不安乐 第四 书超远 仅但一心持明 即得不退 此乃直指凡夫 自心究竟成佛 若能地心 何须便利三成 究竟多结 不悦一念 顿正菩提 岂非大事 可见静宗正是 直指顿超之法 以念佛心 入佛之见 静宗之兴起 正由此 大事 因缘也 这里引用 廉耻大师的 阿弥陀经 书超 说道 仅但一心持明 你只要 现在 一心地 持阿弥陀佛的名号 即得不退转 这真是了不得 能支持名号 你现在就如同是 阿维越智菩萨一样 因为阿维越智菩萨 叫做不退转 三不退 在弥陀经上也讲 如果你能够 闻世仅受持者 以及 闻诸佛明者 闻诸佛明 偶异大师的解释 是 念佛持明 持到一心不乱 也就是这里讲的 一心持明 这才称 闻诸佛明 能够这样一心持明 那弥陀经讲得很清楚 即得诸佛之所护念 不退转 于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 你就现在得不退转 在无量寿经里讲 你就是属于正定之具 就是不退转 那弥陀经上讲 不退转于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 还有欲比国土 若已生 若今生 若当生 你现在不退转 而且你必定往生极乐世界 那你必定往生极乐世界 就说明你已经是不退转 无量寿经说的这个文 跟弥陀经所说的文 虽有不同 弥历相同 在本经绝证极果第二十二说到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若已生若当生 皆惜诸于正定之具 决定正于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就跟弥陀经讲的一样 如果有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 若已生若当生 那弥陀经讲 欲比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 那是因为他能够闻世经受持者 你闻到这部经 好好的儒教来受持 你一心的持明 那就是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的人 已生极乐世界当然就不退转 这不用提了 今生就是现世必定往生 乃至当生是什么意思呢 就现在你还没有发愿往生 这个他的经文是 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 对的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 已发愿就已生了 今发愿 现在发愿了 你今生能生 自己问问自己有没有发愿 如果你真发愿了 这一生你决定得胜 那现在还没有发愿呢 那就属于还没放下的 自己问问自己 对这个娑婆世界有没有没放下 如果有 那你现在还不算金发愿 但是你已经闻到这部经了 就属于当发愿 当发愿就是未来才会放下 才真正发愿往生 现在还没有 但是你这个善根种子种下去了 而且蒙诸佛护念 你是若当生 将来必定往生 不仅说将来必定往生 这是将来 现在就属于正定之举 决定正于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换句话是说 现在就是不退 这是诸佛秘密加持 让你现在闻到这部 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 你就蒙阿弥陀佛 十方诸佛秘密加持 冠定 让你能够不退 虽然你现在还不是很明白 还是糊里糊涂 因为是没发愿 就是糊里糊涂的那种 但是你已经被诸佛护念住 所以一笔国土就若当生 将来一定能往生 你不会说退的 这个法门真的是太殊胜了 所以这是直指凡夫自信就近成佛 当我们能够一心持鸣 那就是现正不退了 我们的凡夫 这个现在的凡夫心 就就近成佛了 你看是不是了不得 即凡心成佛心 是什么成佛呢 当然就是心成佛嘛 除了心以外 没有别法可得 那这个心现在是个凡夫心呢 有妄想 有执着 有烦恼 而且烦恼很重 虽然你现在这个业障很重 但是你只要一心持鸣 你这个心就转成佛心 这是最究竟 最圆满顿超之法 若能地信 你要是真正相信 地信就是一点怀疑都没有 何须便利三成 一般说法 要成佛 先证声闻 再证圆觉 最后做菩萨 最后才成佛 这叫三成 按照次第来的 便利三成 就像这个读书似的 从小学一年级 到二年级 到三年级 一级级往上升 这就究竟多结啊 那时间太漫长了 但是靠这个念佛法门呢 不悦一念 顿正菩提 这真是无上的顿法 圆教 那也是无上的密称 极深成佛 不仅是极深成佛 一念成佛 那莲池大师讲的 更为彻底 不悦一念 不用超过这一念 就成佛了 顿到 这个无法想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本心就是佛 本来是佛 本来成佛 现在就是这个心呢 迷惑颠倒 迷惑颠倒的表现 是什么呢 不肯念佛 这就是迷惑颠倒的表现 什么时候你肯心念佛了 不用一念 你就顿正圆满菩提 你能不能相信 那真的 唯有马鸣龙树 智者永明之流 彻底何担得去 那莲池大师 也是同佛之见 他一眼就看到 众生本来成佛 所以只要念佛 那不悦一念 顿正菩提 这就是大师因缘 所以 佛在这个 无量寿经里面 跟我们讲 如何顿正菩提的 这样的 无上的 一程妙法 这是大师因缘 所以可见 这静宗 是直指 人心 顿正菩提之法 一般都认为 禅宗是直指人心 岂知静宗 更是直指人心 更是顿超顿正 所以大吉经里面称 念佛 是无上深妙禅 这个禅 你不禅 你去禅别的禅 那就是可惜了 而且 最难得的 就是这个禅 还不用禅 你只要老实念去就行了 用禅 这都是属于中下诚 不用禅的禅 是第一的 最上诚 这是欧益大师的话 这个欧益大师 他自己是禅宗开悟的 二十四岁就开悟 回过头来 专修 专宏 净土法门 所以就讲到 持名 不用参就的 你就一心持名 就行了 那就是向上一拙 因为一心持名 就是极烦心 顿成佛心 不悦一念 顿正菩提 这不就是最上场吗 所以 以念佛心 入佛之间 入佛之间 这是 这一个禅宗 法门 兴起的 因缘 就是 法皇经所说的 佛 以一大师因缘 出现于世 什么大师因缘呢 就是让 众生 以念佛心 入佛之间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 看第二 祥明 本经 兴起之因缘 就看这部经 兴起的因缘了 刚才总说 敬宗 还有佛的 大教 那这部经 是敬宗 第一经 那看 第一 是秤信 集谈 如来 正说 下面 第一小点 华言 法话 均 原顿 秤信 之教 但其归去 却在 本经 那这是 华言经 到末后 普贤 菩萨 十大 十大 愿 王 岛 贵 极乐 而且呢 为我们显明 十大 愿 王 必须在 极乐 世界 圆满 我 我既往生 彼国 已 现前 成就 此大愿 一切 圆满 尽无余 这就是说明啊 普贤的十大愿王 只能在极乐世界 圆满 那么 菩萨不修 普贤行 不能圆成 佛道 那普贤行 就是十大愿王 岛归极乐 那换句话说 不岛归极乐 也不能圆成佛道 所以华言最后 所指归的 那不就是这部 无量寿经吗 因为无量寿经 就是讲 道归极乐的 那换句话讲呢 华言经啊 可以作为啊 无量寿经的 前面的 啊 续分 是引导 菩萨们最后 入这一部 无量寿经 那法华经呢 那也是圆顿大教啊 称为成佛的法华 法华经就是教我们成佛 因为众生本来是佛 那佛讲经说法 只是讲这一成法 教我们成佛的 那法华经里特别说明啊 如果能受持法华经者啊 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能 接引我们往生西方 那正跟无量寿经啊 那正跟无量寿经啊 亦去相同啊 那有的人看法华经说 那一个经文是讲 女人呢 女人呢 受持法华经啊 啊 就命中得以往生 啊 那男人没说 啊 啊 这属于啊 啊 佛呆子了 啊 佛讲女人 当然也包括男人啊 啊 因为啊 很多人认为啊 啊 在佛讲法华经之前 很多人就认为 只有男人能成佛 女人不能成佛 啊 这也是个事实 啊 这个 所以舍利佛尊者 当时就不相信 这女人能成佛 啊 在法华会上呢 啊 龙女出来表演 啊 表演八岁成佛 啊 这舍利佛就带了 啊 这怎么回事 不是女人不能成佛 现在不仅是女人 这个畜生的龙女都能成佛 啊 可见的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啊 所以法华经特别讲 女人受持法华经 最后命中都能往生 那当然男人更能往生了 啊 啊 所以是这么个说法的 啊 不能够把经文看呆了 其实 佛啊 真正是 看男女平等啊 啊 因为男女都本来成佛 你说是不是平等 啊 法华经讲的最 究竟 啊 那 谎言 法华 都有明显的经文啊 啊 劝导众生啊 求生极乐世界的 啊 所以 这个归去 就是在这一部 无量守经 啊 下面 又引 要解云 欧益大师 所著的 阿弥陀 经要解 绝代 圆融啊 不可 思议 华眼 傲藏 法华 密碎 一切诸佛之心要 菩萨 万恨之 思难 皆 不出于此意 啊 欧益大师 讲 静宗的法门 啊 是绝代 圆融 这个 代 就是指 对待 啊 凡夫啊 这个 情见 就是 对待 啊 有好 就有坏 有美 就有丑 有大 有小 有高 有低 啊 有男 有女 啊 有这个 善 有恶 啊 有佛 有众生 啊 有敬 有慧 等等 这些都是啊 啊 凡夫的情见 啊 佛性 平等啊 觉住 对待 没有这些 分别 一切法 都是 圆融的 啊 因为一切法 当体就是自性 就是真如 啊 所以 究竟 平等啊 啊 啊 那平等 当中 又有 差别像 啊 差别当中 又有 平等性 这就是 圆融 不可思议啊 不是我们凡夫情见 可以能够理解的 那 这个净土法门正是这样的一种 不可思议的法门 啊 让我们能够啊 啊 通过求生净土 啊 借着极乐世界的 医正庄严呢 就显发我们自心的 性能 啊 通过啊 见阿弥陀佛啊 就见自己的佛性 而阿弥陀佛跟自己佛性 又是一不是二 绝代 啊 极乐世界就是自心的 圆融 不可思议 所以称 华言奥障 华言经啊 最奥妙的宝障 就在 净土法门 啊 就在 本经 法华 秘障 秘密精髓 全在这一部 无量寿经 啊 那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 是同一部 啊 所以偶艺大师 赞 弥陀经啊 啊 这个 全都可以适用于 无量寿经 法华 诸佛的本心 那最惊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念佛 求生净土 啊 所以不必去羡慕 啊 哎呀 加塞尊者 怎么就能得佛的心印了 啊 那我们有没有得到佛的心印呢 啊 只要你能够啊 一心持明啊 你就得到一切诸佛的心要 而且菩萨万恨之思难 思难就是指南针 啊 在旷野里头啊 啊 你要是迷了方向啊 得要靠指南针呢 啊 那这是比喻啊 啊 菩萨六度万恨 一切的行门 都要 只归净土 才能就静啊 啊 这就是菩萨菩萨给我们所示现 啊 所表的法 所以啊 这都不出于无量寿经 啊 和阿弥陀经之外 所以这部经称为啊 秤信吉坦 啊 最称和 自信的 最急 就是最究竟 啊 无上的 啊 妙谈 啊 妙法 好 下面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就照着这个经文讲了 啊 不先念再讲 啊 就直接讲了 日本的道尹大师 啊 他做了无量寿经贞结 啊 这是啊 啊 承传啊 啊 啊 这个善导大师的 啊 法脉的 他讲到 无浊恶事啊 造恶之时 啊 这个 在五浊恶事当中啊 啊 众生造恶之时啊 啊 啊 其难非一啊 啊 特此一门 致远极顿 而且由其简逆直简 则出世之正说 偏在四经 一代所说归此经 如众水归于大海 啊 这个讲到 啊 佛所说的圣道 啊 很难 修啊 啊 特别是在末法时代 啊 我们想修成啊 正果 这是很难的 嗯 那么这个讲 其难非一 啊 这个字应该读难 那 唯有啊 靠 这一个净土法门 它是 最圆顿的 大法 啊 那么 而且呢 它是简逆直简 最简单 最容易 最直接 最快速 啊 就能帮我们了生死 成佛道 所以是 出世 正说 都 啊 偏在 四经 啊 佛 所说的 叫我们出世 出离 三界六道 这种正说 啊 不是方便说了 啊 直接告诉我们 啊 怎么做佛的 全在这部经 啊 那么一代 实教 所说的 啊 也 道归道 这部经 就像啊 所有的河流啊 归于大海一样 那 这是讲 一切法门呢 最后都归入 净土法门 啊 那 由此言之啊 百万阿僧其因缘 以此华言之点 以大事因缘 已成啊 法华之教 亦 唯为此法之有序 啊 华言讲啊 佛是以百万阿僧其因缘 出兴于世 嗯 这个 这个因缘 就 兴起 华言之教点 啊 那么 法华呢 这部经呢 是以一大事因缘而成就 这样的法华之教 啊 那这两部 大经啊 其实都是净土法门的游序 啊 就是续言啊 啊 前面的引导 啊 导归到这一部无量手经 啊 所以 华言 法华 两经只是本经之导引啊 本经啊 正是一大藏教的指规 那华言经末后 普贤十大愿望 导归极乐 就正是明证啊 明白的证明 下面 第四 愿言云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敬念相继 自得心开 奇妙集结 莫过于世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由此得度 十方如来 乃称 本怀 啊 这个佛的圣教啊 就像沾潭 像一样啊 片片都像的 啊 法法都是原顿法 本来没有高下 啊 啊 然而呢 众生的业障不一样 啊 这个 所以啊 那法 对于众生来讲 就有啊 弃不弃合 之分别了 啊 啊 好比 有一个人呢 呃 非常贫贱 啊 非常啊 饥饿 忽然呢 遇到国王的膳食 啊 国王所设的这个 啊 最高级的 这些食物 啊 这些食品 他也吃不下去了 啊 那这是 讲到 法门呢 虽然都很好 但是我们众生啊 业障重啊 你法门高 我们就 修不成 啊 不是法 有什么好和不好 是我们众生啊 啊 确实有一些法 修不来 啊 那越是业障深重的众生 越得修一个 简单 容易的法门 那这个 持明一法 是最简单 最容易 人人都能修 愣言经啊 大师智 菩萨 修的方法 啊 就是持明念佛 啊 他所说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这个大师智菩萨 是法界 尽宗出足啊 啊 他是 率先提倡 念佛法门的 啊 那他所修的法呢 就是啊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啊 把你六根都输设 专注的来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就叫敬念 啊 那 这样 一直念 啊 心里 想佛 啊 口里 念佛 一佛 念佛 你现前 或者将来 必定能见佛 啊 在 无量寿经 汉译本 又说到 假如你能够至少 一日已 念阿弥陀佛 不断绝 就是一佛念佛 那你晚上 睡梦之中 必定能见佛 啊 见到阿弥陀佛 啊 不是见别的佛 啊 要见阿弥陀佛 啊 这 见别的佛 就不相应了 啊 见到阿弥陀佛呢 阿弥陀佛 啊 只要啊 给你实现了 那就说明你啊 啊 这一生 决定往生了 这是汉译本 无译本 啊 这讲得很清楚的 啊 所以 我们如果能在 这个佛气当中 啊 真正啊 放下万元 一心的 想佛 念佛 那可能晚上都能梦到阿弥陀佛 那么只要梦到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给你印证 啊 你到灵命中时啊 肯定再次见到阿弥陀佛 一定能往生西方 啊 所以还没梦到阿弥陀佛 所以还没梦到阿弥陀佛的 得要努力啊 那梦到阿弥陀佛 不难啊 啊 为什么呢 所谓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啊 《波周三昧经》里面举个例子说 一个男的啊 一天到晚想个女的啊 想到最后都能梦到这个女的啊 那个女的也没发愿说 谁要是念我 想我 我就发愿啊 到她面前啊 没有这个愿 但是这个男的就单方面自己来想 靠自立啊 就能想成功啊 那我们现在想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想我们啊 我们念佛的时候 就蒙阿弥陀佛 加持护念啊 这是二立法门啊 而且佛力远超于我们自立啊 那你还想不成功就没话说了 就说明你没真想 你男的想那个女的是真想 那你要是拿出这种干劲 啊 拿这个男的想女的那种干劲啊 去想念阿弥陀佛 岂有不见佛的道理啊 所以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是必定见佛的啊 那你没有见佛就说明你还没有足够的干劲啊 去想佛念佛啊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佛气就是客气取证啊 用短时间我这个放下万元 一心的想就能想成功啊 所以心除了阿弥陀佛 什么都不想啊 口呢除了阿弥陀佛 什么都不说啊 人家跟我们说什么话 我们心里面跟着就念佛 口里听阿弥陀佛 他说了半天 人我是非啊 讲完之后啊 问你你听到什么 我只听到阿弥陀佛 这样子一定能见佛啊 一见佛一定能往生 所以啊 敬念相继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 以我们凡夫心呢 就能够入佛之间啊 开佛之间 啊 入佛之间 那么根基前的 业障重的众生呢 只要置信信愿 乃至十念 灵终必定得胜 根基深的呢 那未往生前 就念到理一心不乱 那就是自得心开 那如果心还没开 就是没开悟 到了极乐世界 花开 见佛 也就是心开 这个花 这个花就是代表你的心呢 有的人呢 看了这经文 在那里自己想 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如果花没开 得闷在那个莲花里面 好辛苦啊 千万可不要去啊 他觉得很辛苦 他就错解了 这个花 这个花实际上啊 是表你的心呢 像我们俗话也讲吧 某人心花怒放 是吧 那个心花是什么花呀 你拿那个心花给我看看 啊 那这不是一个花 它就是讲你的心 你的心开了 就叫心花怒放 啊 那在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 也是这样 开悟了 见阿弥陀佛了 见本性弥陀 啊 你就是开悟了 啊 所以花开 见佛 悟无声啊 就是讲啊 你开悟的情形 啊 不是真的憋在那莲花里头 啊 那你就错解了 啊 当然 在极乐世界 啊 你 啊 还没有啊 开悟前 那他真的有一个表法 就你在莲花中 但是那个莲花不是你想象的 啊 憋在那个莲花里不是那样的 他这个莲花啊 非常巨大 啊 整个凡圣同居土就是你的莲花之中 啊 啊 那像 这个华藏世界 啊 很大 这个梭婆世界跟极乐世界 同在华藏世界第十三层 啊 二十层第十三层 那整个华藏世界啊 这么大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花形 你就在这个莲花之中 啊 是这样的一个大莲花 啊 你无法想象 那这个打破了 啊 就是粉碎虚空啊 啊 这时候就花开见佛了 所以啊 这个方法 啊 一切众生啊 都能够修 而且是奇妙 啊 快速 直截了当 啊 那么 没有超过这个法门的 一切众生啊 啊 都因此而得度 啊 十方诸佛如来啊 见一切众生成佛啊 啊 就称合自己的本怀了 啊 最欢喜见到的 就是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成佛 啊 今天呢 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讲到此 谢谢大家